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减法的算式 我们来看看第一题 35Am减19Am 5不能够减9 所以就跟3借 3借了呢就剩下2 那么5呢就借了10过来 所以15 15减9 就是6 2减1 就是1 那么记得把我们的M抄下来 答案是16M 第二题 86Cm减34Cm 6减4 2 8减3 5 我们再把Cm抄下来 答案是52Cm 第三题 8M45Cm减2M21Cm 我们先做后面的这个部分 5减1 4 4减2 4减2 2 答案是24Cm 去看前面的这个部分 8减2 6 所以答案是6M 24Cm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题 140M减31M 减22M 那么因为是减法 所以我们就必须先做一个部分 我们就先做前面的这个部分 老师把直式排在这一边 140M 减31M 0 不能够减1 所以就跟4借 4借了就剩下3 那么0就借了10过来 10减1 9 3减3 0 我们把1超下来 再把M写下来 OK 第一个答案 有了 那么呢 做完了吗 还没有 因为还有一个部分 还没有减 那我们再减这个22M 那么 9减2 7 0能够减2吗 不能 就跟这个1借 那么呢 0呢就借了10过来 10减2 8 答案是87M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 10M 9CM 减5M 16CM 老师把直式写在这一边 好 直式写好了 9CM 可以减16CM吗 同学们 不够对不对 所以因为9CM呢 要减16CM不够 它就必须跟M借 它必须跟M借 那么呢 9呢 它只要跟M借1 10M就借了它1M 它就剩下9M 但是呢 因为它借的是M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M 换成CM 1M等于100CM 所以呢 它借了1 就是等于它借了100CM 好 我们来看看 9CM 向10M借1 10M就剩下 9 那么9CM呢 借了100过来 因为1M 因为1M等于100CM 它借了100 再加上它本来有的9 就是这一个 所以呢 它现在总共有 109CM 老师就直接把它写在这边 109CM 现在我们就可以减了 9-6 3 10-1 9 9-5 4 所以答案是M 93CM 4M 93CM 109CM 109CM